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薇薇 今天要跟大家播出的这篇文章 来自作者言一言 文章的题目是 你发的红包里藏着你的修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呢 记得转发和点赞哦 最近呢我在一个新媒体群里听课 群里有位特邀老师刷新了我的一个人知 一天听完课之后 赵丽所有的师生在交流群开始畅所欲言 大多都是向老师请教问题的 这位老师对每一位同学的问题 都全部爱得出来 一对一进行解答 大家不约而同赞叹 这课没有白脚费 这老师真负责 家留了一阵 群里突然跳出了 这位老师发的红包界面 很多人不禁纳闷了 老师给我们解答问题 怎么还发红包啊 是啊 该是咱们发红包 给老师表示感谢啊 甚至有人疑惑地问 老师 您是不是发错群了 没想到啊 接下来跳出了这样的几行文字 没有发错群 我就是发给你们的 一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允许我做你们的老师 尽管咱们来自天南海北 从未谋面 二呢是感谢你们抽出时间 专门听我讲课 尽管有些地方我讲得还不尽人意 你们还这样包容我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台爱 群里顿时安静极了 隔着手机屏幕 我们仿佛看见了手机另一端 一位谦卑 也许比我们大 也许还没有我们大的真正老师 是的 在这一刻 不管他年龄大小 阅历多少 他就是我们群里所有人的老师 他当之无愧 那枚小小的红包 像跳动的火苗 里面包着他谦逊平和的做人态度 包着他知恩感恩的儒雅修身 古人说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修身之所以被列为首相 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切行为的基础 修身后修养自然不会差 这位老师的红包 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修养 一块土地像一棵小草致敬 一阵风像一片树叶致谢 一位老师向一群学生致谢 朋友最近来我在的城市出差 公事办完之后 我们约着一起吃个便饭 期间朋友接了一个电话 我在一旁大抵听的是 朋友的车在他们小区停着 好像挡住了一位车主的出行 朋友一再致歉 哦 不好意思啊 我这会儿在外地出差 家里也没其他人 哎呀 实在是移不了车 嗯 你看能不能找管理员 让其他车移动下 嗯 实在抱歉哈 电话收完之后 我们继续聊天吃饭 几年不见 朋友已经从大学时 青春阳光的男孩 变成了眼前成熟稳重的 事业男 翻后我去买单回到座位时 又听到朋友在讲电话 麻烦您接收下红包 实在是抱歉哈 给您带来了麻烦 落座之后我也稍感不安 问朋友 那车现在还没开出去吗 朋友轻轻叹了口气说 哎 已经开出去了 找别的车移动的 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尽管停车的时候 我已经预留了 其他车的出行 哎 没想到啊 还是疏忽了一点 所以发个红包 聊表歉意吧 对方一直不接收 我就打个电话 听完朋友陈述 我心中瞬间生起一种敬佩 他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千千君子 悲意字幕 发红包表示谢意 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 别人为你做了事 或者给你帮了忙 你口头表达谢意 好像在如今的社会 总会有点不足诚意 于是发个红包 包点真金白银 让我们的谢意 延伸更多使用价值 愚人愚己 都是件愉悦身心的美事 而因为自己给对方 带来了麻烦 带去了不便 所以发个红包 向对方表达自己的 诚挚歉意 这样的红包 我还是第一次见 表姐曾经讲过 她在日本大阪 地铁上的见闻 在日本公共交通上 很少有让座的行为 不明真相的外国人 总是对这个现象 感到很纳闷 其实真相不是 日本这个民族 不尊老爱幼 而恰恰是 日本人太体谅别人 他们不愿麻烦别人 给自己让位 是不想因为自己 给他人带来不便 如果一位老人 实在接受了 别人给自己的让位 那么他在到车站的时候 总会塞给 让位的人几颗糖 这些糖被用来致歉 因为我的年迈 给您带来了麻烦 我心中充满歉意 这些给糖的老奶奶 被称为乙糖奶奶 是大阪的 一大民族特色 他们随身携带糖果 以便用来致歉 这些糖果和朋友的红包 都包着同一种素质 那就是 把别人当自己 理解别人需要 体谅别人不义的 悲悯同理心 俗话说 以量己之心量人 以查人之心查己 一个愿意站在对方角度 想问题 肯为对方着想的人 他的修养 自是 讨理不言 下字 成熙的 公司内勤 陈哥 早些年 刚从部队退伍后 在广州一个小区 做保安 保安的工作 清闲 单调 就是有车 进出小区时 陈哥负责给来往的车辆 发牌登记 陈哥说 一年到头啊 他最喜欢过年 倒不是因为过年 可以放假回老家 而是喜欢过年的时候 他坚守在岗位 小区里来往车主 对他照顾和善待的感觉 几乎每一辆 开出小区的车 在陈哥做好登记牌 发给车主后 都会从车窗内 递出一个大红包 映着车主温暖的笑容 谢谢你 新年快乐 陈哥说 有的车主甚至都不太面熟 但他们几乎没有人因为 与一个保安的身份悬殊 而忽略发红包 其中有一位 服装加工厂的老板 最令陈哥感动 他不像有的人那样 由司机递出红包 他摁下车窗 双手亲自递给陈哥 并说道 辛苦了 新年快乐 他的动作完全没有自上而下的施舍感 反而带给人如沐春风的谦卑和尊重 让你感觉这就像两个哥们之间互相递烟一样自然 柏拉图曾经说过 衡量一个人有无修养的关键之处 就是要看他在众人之上时的所作所为 今年年初当其他明星正在想如何上头条蹭热点的时候 李彬彬以开工发红包的随意姿态 轻松占据了娱乐版头条 原来是他在微博上晒图配文 并爱特工作时的小伙伴 初来领开工红包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羡慕 有的甚至毛遂自荐 彬彬姐 招拎包的不 媒体呢一下子将李彬彬推上了好老板 爱员工的宝座 对艺人来说 有时候一枚小小的红包 一不小心就能扭转形象 祝自己登上舆论焦点 当然呢前提是心中得有爱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一红包一修为 在如今的社会里 它的象征意义早已超出实际意义 它是我们人际沟通的一个有效工具 更是反映我们情商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枚小小的红包 如果喜欢维维的声音 微信搜索 维维 FM 维是维声速的维 就可以找到我了 记得来到我的粉丝群 我会发红包哦 感谢关注 一星期一本书 记得为今天的文章转发 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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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